小公主 快跑 青罗道想问问 天上的神仙做的事 就一定是对的吗 昨今神雀宫被封印 小公主不知所踪 我的家是神雀宫 神雀宫没了 我就哪也不去 难道我神雀宫之人 皆为天界所控之起 无名无息 无过往 无名日吗 大家好 我是阿斯 希望我的频道 记得按下订阅按钮 记得追踪我的IG FB Twitch BB 还有Discord 好 我们在开头看到这个 神雀轻衣长大版的大青罗 青罗来啦 的这个 职业的部分 然后可以看到 那个动画展示是一个 冰侠客的部分 冰侠客 拿着一把大剪刀 然后看起来是 神雀宫 呃 被封印之后的故事 的这个版本的 被封印之后的青罗 就是长大版的青罗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他里面的介绍 是什么介绍的吧 那 青罗呢 是来自 幼神幻境路的 神雀公司 病女的最小 最小的小 呃 四妹 那 青罗是除了三位主角之外 最早与少侠们 并肩战斗的英灵 想并肩战斗并不陌生 那 本次几下登场 是从废墟中醒来 已经成长为妙龄少女的他 呃 还是很可爱 还是很可爱 剪刀侠 怎么拿一个大剪刀呢 好 势必之魂乃天将所则 先故以蛙 黄 赵树 而成 势必存在之初 便是上天的一双原一之手 而张女便如同天界的玩偶 在他们手中被塑造成最接近神的模样 他们的记忆网络一张白纸 从葛云一 这个名字开始 逐渐天上一笔又一笔 他们为葛云一而生 既没有过去也不计较未来 小公主便是青罗生命的全部 好 那 他们自始至终站在张女身后 第四人仰望蛙黄的无上神光 小公主像其神的模样 唯独不像葛云一 青罗以为小公主早就是人世间的神 却忘了天外有天 这神雀公是为他而创 而非葛云一 神雀公从来不止一位宅女 换掉他 哦 第一次作为小小的人 向上天提出了质疑 若真是天上的神仙 那闻神雀公不应存在 青罗倒想问问 天上的神仙做的事已经是对的吗 巴桑陷落 我断圆残壁 青罗与沉睡中惊醒 熟悉的神雀公满目疮痍 姐姐们与小公主不知所踪 猫然之际 草丛里装出的光头 晃到青罗的眼 蛙 妖怪 青罗和和尚妹妹相去 小施主不如和我一起下山 此次和尚缩练凶神恶赛美眼 倒是显出几分和颜月射 不 我是妖怪 怕耽误大事的修行 哦 感觉 诶 感觉这次 真硬跟这个青罗 是有那个 活动剧情的哦 他会告会这个和尚 这个和尚就是指真硬 嗯 应该不是吧 应该不是吧 好啦 我随便猜的 如果有活动剧情的话 搞不好把他们两个穿在一起 是有可能的哦 有可能吗 我不知道 感觉好 感觉很奇怪 好啦 让我们期待一下 这个大青罗 深确轻衣的技能的部分 我明后天应该就会看到 好 那喜欢的 喜欢我的影片 也记得按一下 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我的IG FB 推学VVD 还有Discord 他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